儒聖念富士基金會 把它請到西雅圖來 來主持這個儒聖念富士基金會 它就是主持儒聖念富士基金會 那麼我是這樣子想 我們成佛有三個要點 第一個要斷盡煩惱 第二個斷盡所知戰 第三個要聚集功德這個資料 那麼儒聖念富士基金會 也就是在聚集功德資料 我也希望說我們生活中的同盟 你要聚集功德資料 你可以幫助這個聖念富士基金會 也就是儒聖念富士基金會 這個也是聚集功德資料 聚集功德資料 因為我們決定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健康的照顧 第二個是給貧困的兒童有書可以讀 還有其中有一個叫做蓮花專案 蓮花專案呢 是要幫助我們生活中弟子 特別要幫助生活中弟子 所以叫做這個蓮花的專案 那麼這個呢 將來呢 也是等於說聚集功德資料 大家如果幫助這個儒聖念富士基金會 就等於是在聚集功德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那我們覺得喔 我自己這樣子 也是對人生方面喔 感慨萬千啊 有很多的感慨 我走過了那麼多的路 那麼為了弘揚真佛 也有很多的這個困難 很多的挫折 但是我始終如一樣 雖然有很多的這個挫折 跟困難 跟種種的打擊 師尊的煩惱不是沒有 剛剛已經講過 師尊有很多的煩惱 事實上現在煩惱還在 但是呢 我是不管煩惱 外面怎麼樣子 瓜大風 瞎大雨 怎麼樣子的 好像台風啊 這個龍檢風啊 弦風啊 或者是 超級的 超級的 是不規定 超級的 超級的 我們一路走來 不是始終如已 永遠就是為了 這個 同化 度眾生而能力 那師尊也是很開明的 不因為 這個 唐的大小 你唐小 師尊還是請 唐大 師尊還是請 只要有邀請 我就請 如果唐小說 我叫連擊上司 把每一個堂打一個電話 這個樣子 說師尊每一個堂都想去看一看 那如果打去呢 根本都沒有人接的 很簡單 人不敢去 沒有人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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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邀請的 有接電話的 有接電話的 有接電話又有邀請的 我們才去 我跟他講 不管怎麼樣子 有接電話有邀請 我們才去 如果有接電話 他也沒有人邀請 我們也不能 不敢去 也不敢去 師尊很開明 大的堂 大的雷仗士 去 小的堂 小的同修會 也請 不計較 什麼叫做這個 這個供養 或怎麼樣子 不計較 多 多也是這樣 少也是這樣 那麼 比較有錢的堂 當然也去 沒有錢的堂 當然更去 都是一樣的 平等 完全是平等四眾生 你如果平等四眾生的話 才叫做開明 所以開明觀世音的意思是講 所以開明觀世音的意思是講 他是平等度化眾生的 他沒有什麼分別 像佛親嫁給這個Andy 我們也是平等 看他們 看他們 開明 那麼 佛旗 娶這個 山尼 我們 我們也是平等 有一次 有一次我回國 回國 去看我爸爸 那我爸爸講 那個 山尼是哪一國人啊 那 你們跟我爸爸講 他是印尼人 印尼的華人 印尼的華人 不是印尼的吐佐 印尼的華人 印尼的華人 我爸爸一聽就說 印尼 不是凡部 我爸爸有點這個 就想說印尼嘛 印尼 你看 現在台灣不是 這個 泰勞啊 啊 這個 非雍啊 印尼雍啊 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但是呢